你們欠多少錢? 價錢都200元 我以為要790元 我賺878億 整個電影的風格 是有一些黑色幽默在裡面的了 《結婚》是一部新鮮少少的戲劇 給你看的時候 真的好像街封你身邊的朋友發生的事 不是單單黑色幽默 其實重點是說男人之父 你這個奶油發瘋啊 你老母有發瘋啊 說戲的戲鬼 當然由他們 要在他們兩個身上拿出一把箭出來 到最後 請他們兩個去打劫 我請你們去打劫 夠多謝 多謝 我們這次就是 用輕鬆一點 活潑一點去說 當然 當然 很久沒有人去拍廟街 能夠借一個地方出來讓我們 封了一個星期的街 但是 由早上開始到天黑前 封了整條街 不讓人進 我們在廟街 我記得 是不停地跑 不停地跑追賊 我們在天橋底爆發的時候 我扭他扭到飛氣 然後喊得把聲都沙勢 但是我還是把我 自己心底的所有說話 爆發出來 水 這個回給我講的 水 過去很多年我們 說女性的就說很多 但是說男性就比較少 除了好像表面看一部警匪片之外 他還有討論我們心中淚心的世界 男生面對的問題 是希望拿到觀眾的共鳴 一個女性去到中年 是不是只是姜姐才是這樣呢 當你看完之後 你發覺其實是有這些問題的 可能曾經這樣處理過 他為什麼這樣處理 因為他有難題 他在一起 他 他 他 說